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玄宗当的多年的皇帝 已经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天子 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年人 正应了当今的一句网络流行语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 但岁月的杀猪刀虽然可以磨去唐玄宗棱角分明的青春 却磨不去他对爱情的渴望 随着一个叫杨玉环的女子入宫 唐玄宗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春天 入宫后的杨玉环被封为贵妃 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 那么这个叫杨玉环的女子 她是如何来到唐玄宗身边的 这里面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袁盛世上部第十三集 杨玉环入宫之谜 武惠妃去世后 这段时间里头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宫廷里边的生活 重新又归于平静 但是这种平静底下 却隐藏着某些不安的感觉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唐玄宗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是您要知道 武惠妃以及三皇子事件 对于整个朝野上下 都是一次极大的震动 武惠妃去世了 三皇子也没有了 贤相张九龄也离职了 所以说 无论是宫廷内外朝野上下 都有感觉到 有一丝不安的那种气氛 唐玄宗本人 你如果从这段的史料来看 你感觉唐玄宗本人 好像这么说 好像还是 外表还是比较平静的 这个人性好游玩 性格活泼 精通音律 博学多才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他好像仍然是那样子 活泼好动 但是您可注意了 我们隐隐的能够感觉到 他实际上内心里头 非常的不平静 他在用外部的这些行为 在掩饰自己的内心 武惠妃死了 一时之间可以说后宫无主 所以那阵有意思 根据开元天宝仪式的记载 说后宫当中 这些非贫们为了争宠 甚至于他们私下里边进行赌博 这回赌什么呢 不是赌钱了 这回要赌 就是赌 看谁 如果胜出的话 今天晚上去给皇帝侍寝 当然了 你说侍寝不侍寝 这事决定权 他还得在皇帝那边 因此据说 唐玄宗据说也有个办法 他让这些非贫们 每个人头上都插满了鲜花 然后他手里面打一只蝴蝶 然后在飞瓶人群当中 把蝴蝶撒开 这蝴蝶飞起来 最后落到谁头上 谁今天晚上入内 是这样 这些活动表面看起来热闹无比 人人欢笑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 唐玄宗这这怎么说 怎么形容 就是心无所属 百无聊赖 所以用这种表面看起来很无聊的方式 在打消寂寞 我们为什么说 专制统治要不得 原因就在这 你说专制统治 你如果遇到一个开明的君主 的确能够有极高的效率 也能够办成很大的这个事 但是你要知道能不能遇到贤君 那可是要看运气的问题 此其第二一个 您要知道再贤明的君主 他也有老的那一天 而这个统治也会跟着他人变老 这个统治也会变老 唐玄宗就是这样 晚年的唐玄宗这个时候 说实话 这时候唐玄宗已经步入50岁了 此时的唐玄宗说实话 锐气已经开始削减 而三皇子和五惠妃事件 对他的内心 其实也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打击 五惠妃的去世 使得他内心处于一种彷徨 无聊寂寞这样的一种心态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杨玉玄出现了 那么杨玉玄这个女性的出现 对于唐玄宗来说 那可以说焕发了第二春 可是历史上 对于杨玉玄的评价 大家也知道 那可是贬多余包 当然了 这种贬说白了 大家也知道 就是所谓红颜祸国论 这个说法 那是古人的一种习惯的一种思维 这种思维 根本就要不得 把王国的责任推陷到女性的头上 好像这么一推陷的话 君主的责任就减少了 这种思想 我们现代人是应当摒弃的 但是对不起 没办法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所以杨贵妃他就与唐玄宗后期的代政可以说是紧密的相连在一起 他就成为了那个年代唐玄宗政治下坡路的一个象征了一个符号 再加上杨贵妃本人 虽然我们说她是一个不干政的女子 但是她的那些亲属 比方说什么 娇横跋扈 比方说强买强卖等这些事没少干 所以他们对安史之乱的爆发 应该说的确是负有很大的这个责任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杨贵妃在历史上背负了那么多的这个骂名 杨玉环众所周知 她是受王礼貌的这个妻子 那么为什么有人把她推荐给了唐玄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点来看一下 是谁推荐了杨玉环 推荐杨玉环这人是谁 要说这个推荐 那可真是有点石破天惊的感觉在里边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 在历史书当中 正史当中的记载 用的词汇比较的隐晦 主要就一个字 祸 我们来看一下史书是怎么样记载的 比方说旧唐书杨贵妃传是这样说的 他说祸奏玄言女 姿色灌带 一蒙昭剑 新唐书是这样说的 祸言妃 资质天庭 一冲夜庭 遂昭内尽中 而资质通剑 则说 祸言寿王妃 杨氏之美 绝世无双 那么这些史书都不约而同的用了一个字 就是祸 这祸就是有人的意思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出名字来 那是因为你要想想这点事 它就是个宫廷密事 宫伟之事 这种事 即便是当时的官方也不可能给你个正式的说辞 所以这些史书出于谨慎的目的 就只好用了一个祸字 但是也有史料向我们明确指出了推荐杨玉桓的人是谁 就是高丽氏 是谁指出了这一点呢 是陈红的长恨传 长恨歌大家都很熟悉 白居易写的 但是与长恨歌同时的还有一个长恨传 又称之为叫长恨歌传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同时期写的这两个作品 陈红和白居易是好朋友 白居易在当周治县位的时候 有一次曾经和陈红等友人一块去先游寺游玩 结果在坐着聊天的时候 就说起了陈年往事 包括一些宫伟密文 结果说着说着就说到了 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七晚的爱情故事 两个人是大有感触 于是约定好 一个人写长恨歌 一个人写长恨传 当然了 坦白的说长恨歌写的比长恨传要好 快知人口 长恨传的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你仍然无法掩饰这个陈红的长恨传里边 应该说是他这里边的史料价值是相当值得重视 在长恨传里边是怎么样说这件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招高丽氏浅搜外公 得红农杨玄严女于寿笛 这说的很清楚了 皇帝让高丽氏在外边给他搜罗美女 结果高丽氏找到了杨玄严之女 也就是杨玉环 在哪找到呢 在寿王府里边找到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此说可信不可信 我倾向于认为啊 可信应该是高丽氏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原因啊 这么说 这个 向皇帝推荐美女这种事 在当时来说 在唐玄宗那个时代来说 不大可能交给外朝的这些士大夫 这些大臣去进行这事 为什么呢 这种事说实话上不了台面啊 你要知道 我们虽然说唐玄宗晚年 他的政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是您要知道啊 基本的体面 那还是有的 政坛的风气 应该说还是比较严肃的 作为外朝 士大夫来说 不大可能去干这种事 就包括你比方说 李林甫 人都把李林甫叫做奸相 但是你要知道 李林甫起码的尊严 人望那是有的 因此李林甫也不可能干这样的事 说我去外边搜罗一个美女 更何况是这样身份的一个美女 然后献给皇帝 不可能的 所以此事只能交给宦官去进行 而所有的宦官当中 最受信赖者 毫无疑问 那就是高丽氏 这是第一个缘故 第二个缘故 你要知道 这个建议 这个推荐啊 这可是有点 真是有点惊世骇俗 所以 推荐杨玉环 给 唐玄宗的人 必定具有特殊的身份 首先一点 你说你要是把这个话说给唐玄宗 这个建议提出来 如果皇帝觉得这太荒谬的话 勃然大怒 你怎么办 如果皇帝恼了 你是一个死 得罪了皇帝这不说 你得罪了寿王呢 也是一个死 所以 能给皇帝提这个建议的人 他必须具备 第一 他不怕皇帝生气 第二 他不怕寿王去报复 要具有这样的两个条件的人 我想了想 恐怕也就非 高丽氏 莫属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高丽氏实际上 是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牵线人 但是我们仍然会有疑问 高丽氏明知道杨玉环 此时已经是受王妃 他为什么还要把杨玉环 推荐给唐玄宗 高丽氏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紧接着我们就第二问 推荐杨玉环 动机何在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杨玉环呢 我想有主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杨玉环 美貌 而且呢 富有才华 足以替代 五会飞 你要知道此时啊 高丽氏推荐 杨玉环 那是有个衡量标准的 就是要选择的这个女子 必须在容貌和才华方面 都要超过五会飞呀 所以 他搜罗了一番之后 就觉得杨玉环最合适 杨玉环 那当然了 非常的漂亮 大家也知道 那是鼎鼎有名啊 号称中国所谓四大美女之一啊 这四大美女当中 有的还是这个虚构的人物 你比如说貂蝉的西施啊 这都是虚构的人物 但是那杨玉环 这多有名啊 长得漂亮 又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多才多艺 而且呢 跟历史大事 有密切相关 最后的结局 又是那样的七晚 所以说啊 千古以来传送他 那么杨玉环这个美貌 在当时来说呢 那的确是无人可比 唐玄宗 本人曾经写过一个赞 叫做啊 王文玉化贵妃向赞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唐玄宗啊 他从安史之乱之后 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的时候 他在马维义那个地方 专门派人去寻找过杨贵妃的尸骨 结果去了之后 只找到了一副枯骨 还有一个香囊 后来他回来之后呢 史书记来说 他让一个画工画了一个杨贵妃的像 整天挂在自己的房子里 日夜思念 那么这个像呢 看起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王文玉化的这个贵妃像 在这个像里头 唐玄宗称赞杨贵妃是这样说的 一息宫中 耳言泪欲 他形容啊 杨贵妃长得漂亮 像什么呢 像那个玉石一样 温润可爱 是这样的一个外貌 而且杨贵妃 还有一个特点 他符合唐人的身美标准 什么标准呢 崩满 唐人啊 大家都说唐人以胖为美吗 啊 但是你要知道杨玉环这种丰满呢 他不是那种吃肥 他是那种只是体态中等啊 比较的有肉 比较丰满的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个唐人啊 唐代的气魄 说实话 唐代的文化 哎呀 你要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如果只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就一个字大 那家伙 唐人气魄大 胸怀大 而且呢 这个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 里面城市也大 建筑也大 连街道也比其他朝代多少宽 人当然也大 对吧 这个唐代的审美标准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唐人以胖为美这件事啊 我们得得说到说到 怎么呢 就是说这个唐人以胖为美啊 说实话 他呀 有一个发展的这个历程 而且我们不要以为说 有的人说 说是这个唐人以胖为美 足以说明唐人呢 可能都是胖子 这就错了啊 这就错了啊 你要知道 任何时代美的标准是什么 稀缺的才是美 你任何一个年代都是这样 唐代 我们虽然说开元天宝时期 是所谓盛世 但是再盛世 那时候呢 人的营养水平 也绝对没法跟今天比 所以那个年代 以胖为美是因为胖子少 所以才以胖为美呢 当然了 你要看这个 这个这个各种的 这个这个这个文艺作品 包括这个唐代的雕塑 您会觉得 唐人好多的胖子 那是啊 怎么说呢 其实啊 您看多了 您就知道了 啊 这个唐代的勇当中啊 有胖也有瘦 胖是一种审美 瘦是一种写实 艺术作品嘛 本来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嘛 比方说我们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这这这这几个勇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方说 这两这两张图片当中 请大家看 左边 这张图 这是惠灵出土的唐代女勇 惠灵是谁的陵墓呢 惠灵是让皇帝的陵墓 让皇帝不是别人 他就是唐玄宗的大哥李宪的陵墓 叫做惠灵 那么李宪是何时去世的呢 他正是开源后期去世 也就是说惠灵女勇的年代和杨贵妃那个年代 是基本相当的 大家看这几位女士啊 长得这就比较的丰满 脸圆圆的 这是惠灵的女勇 那么右边这个女勇 请大家看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 也是唐代的女勇 可是大家看看身材非常的纤细 这就说明什么呢 都是一个年代的 有胖也有瘦 我说了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就是这样 而且呢 唐代的这个审美啊 以胖为美这个审美啊 我刚才说了 他有一个发展的历程 唐前期还比较的崇尚 以瘦为美 早期 但是越往后发展 就越来越胖 到了晚唐 基本上有点吃肥的那种感觉了 那么开源天保年间呢 正是唐中期 所以这个年代呢 刚好对于这个胖与不胖的问题啊 是处于一个中间状态 而杨贵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身材呢 有的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比方说长恨传 他说 鲜浓中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 这个杨贵妃啊 属于那种不胖不瘦 体态中等 是这个意思 这是长恨传里边说的 那么开源天保仪式 则记载说 素有肉体 也就是说 杨贵妃啊 是一个较为丰满的女性 但是呢 并不是很胖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她的舞姿那么曼妙 她要是太胖的话 她也跳不动 因此杨贵妃就是这样的一个体态 我前些日子呀 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忆 啊 所以是这个抗战期间 陈英雀先生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英雀先生 在四川大学做课作教授 我们知道 陈先生那任在西南联大做教授 后来呢 到了四川大学去讲座 这个课间有学生啊 大概也是比较好奇 有学生就问了陈先生这样一个问题 说这个 史书上都说 杨贵妃比较胖 那么究竟体重有多少呢 没想到陈先生随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135磅 135磅是多重呢 大约就是61公斤多一点 那么陈先生究竟有什么依据 我们也不知道 我估计呀 这也就是一种推测 而且我觉得大概杨贵妃呀 可能也体重 也就到这个层面上 也就是顶破天了 除了美貌之外 高丽氏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才华 杨玉环的才华主要是哪方面呢 就是音律歌舞方面 你要知道 这一点 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唐玉环是很看重这一点的 当年武惠妃之所以受宠 就是因为武惠妃舞姿曼妙 那么此时你要找一个武惠妃的替代者 在舞蹈方面也不能输给他 所以 这个杨玉环的舞蹈才华 也是高丽氏看重杨玉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你要知道唐玉环在这方面是非常挑剔的 唐玉环本人呢 那可是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家 而且呢 与此同时啊 他还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他在这方面是颇有造诣的 根据唐人 杨晨元的这个吹笛记的记载 唐玉环啊 酷爱音律到了何等地步 您知道吗 他呀 在他这个龙袍里头 有时候经常里边揣一根这个玉笛 所以坐在那的时候 唐玄宗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就在这这样 手就不断地在这摁这个笛眼 你要是不知道的人远远看过去 你觉得皇上在那好像怎么坐立不安似的 实际上不是 那是唐玄宗在干什么呢 他在那复习默念那个曲子呢 喜爱音乐就到了这种地步 而且据说唐玄宗这个人呢 特别善于打结鼓 结鼓是一种打击乐器 一种鼓要用鼓唇来敲 据说唐玄宗打这个结鼓啊 为了练习这个结鼓 打断的鼓唇可以装上三大柜子 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就是五代时期打结鼓的一个石雕 这个是五代时期前属的王健的 永灵里边的石雕 哎 这有意思 五代时期距离唐朝并不远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下唐人打结鼓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除了本人擅长音律之外 唐玄宗还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他很重视音乐人才的这个培养 他经常自己做曲子 自己改革这个乐队的演奏方式 而且他还在黎园这个地方啊 开办了这个讲习班 招纳了所谓三百弟子 这些人史称叫做黎园子弟 这三百人组成一个乐队演奏的时候 您去看那有意思了 三百人一块演奏 但凡谁取调有误 立刻唐玄宗就能给你指出来 你看唐玄宗厉害到何等程度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后来戏曲行 把自己又叫做黎园行 把唐玄宗就奉为这个行业神 祖师爷嘛 我们也知道这个学剧的人 学这个戏曲的人 假如把你送到这来了 学不好 祖师爷不赏你这碗饭 那这祖师爷是谁呢 就是唐玄宗 唐玄宗时期啊 培养了大量的这个音乐人才 这里边有些人是鼎鼎有名 比方说有一个叫尹永新 这是一个女子 这个尹永新呢 那就是相当具有才华的一个女子 她这个才华很特别 怎么呢 她歌声啊 非常的这个嘹亮 据江南野史的记载 说这个尹永新有一次和女伴 一块在重阳节这一天 登上了这个钟南山 结果到了山井上之后 尹永新 高歌一首 这个歌声可以传到数十里之外 你就可见这歌声有多么的嘹亮 也正因为有这个才干 后来呢 这个唐玄宗啊 特地把他纳入宫中 让他当了一个所谓的唱歌供奉 而且据说每逢宴会的时候 尹永新的这个特殊才干 可就发挥作用了 怎么呢 宴会有时候乱糟糟的 人声嘈杂 如果皇帝觉得这吵得有点太厉害了 皇帝不用找别人 就给尹永新说一声 尹永新大喝一声 然后整个朝堂上立刻是鸦雀无声 就这样的才干 与此同时啊 这个唐玄宗是手下还出了一些其他的音乐家或者表演家 你比方说李归年呢 这个黄帆绰啊 等等等 所以说在唐玄宗时期啊 这个音乐 唐朝的音乐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么对于高丽氏来说 他要所推荐这个女子 必须在这方面极具才华 杨玉环这个人 他如果不是一个贵妃的话 恐怕也会以一个女性舞蹈家的身份留诸史册 他跳舞跳的就特别的好 而且大家也知道 舞蹈这事啊 是个童子宫 所以说他极可能是从小就受过良好的音乐和舞蹈方面的这个训练 战国册 一幅战国时代的鲜明画卷 这里有一国云天的古圣鲜血 誓似如归的侠氏君子 锐衣改革的王公大臣 纵横百合的外交风云 英雄美人 君子小人 百态人生 七雄斗法 合纵连横 精彩分成 中央民族大学赵世林教授 为您评说战国策 百家讲坛 尽其播出 敬请关注 根据于耕者老师的分析 是宦官高丽氏 向唐玄宗推荐了杨玉环 已经是受王妃的杨玉环 能够被高丽氏推荐上去 当然首先是因为过人的美貌 其次是音乐舞蹈方面的才华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促使高丽氏推荐了杨玉环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员工 就是他看中了杨玉环这个人 性格单纯 什么叫做性格单纯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女性 性格不是咄咄逼人的 那样的一个女性 杨玉环说白了啊 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当时典型的一个小女子 爱说爱笑 有才华 但是呢 对政治方面呢 毫无兴趣 没有野心 这恐怕是高丽氏推荐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 家族符合要求 哎 你也要知道 古代的婚姻啊 那都要看门帝出身的 这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唐朝前面的魏晋南部朝不用说了 那是一个士族门法时代 那么隋唐时期其实也是这样 很看重门帝呀 咱不说别的 你想一想当年的武则天 想立后 那些人为什么反对 反对的原因之一 就是嫌武士的门帝低 武家是小姓吗 这点大家是非常的看重的 而杨玉环这个家族 是怎样的一个背景的 杨玉环的父亲 杨玄严 官职不高 而且呢 很早就去世了 虽然如此 但是他的家世是相当不错的 怎么呢 他是洪农洋氏 要知道洪农洋氏 乃是中古时期的名门望族 而且这个洋氏与李唐王朝之间 关系可谓是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杨玉环这个人 他家族应该说出身门帝 并不算高 但是他的这个先祖这个洪农洋氏 应该说是他的一个台阶 高丽氏很看重这一点 高丽氏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一点呢 有一个重要的缘故 就是高丽氏 推荐杨玉环 是想以此来维系李武伟洋婚姻集团 这四个家族在唐前期就是靠婚姻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所以说陈英雀先生把他命名为叫做这个李武伟洋婚姻集团 高丽氏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非常的独特 为什么呢 因为高丽氏本人 当然他首先很忠于这个唐玄宗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最了解唐玄宗的人是他 还有一点您要知道 高丽氏本人 那可跟武家有很大的关联 首先他从小当宦官的时候就是在武三司的府上服役 第二一点您要知道 他小时候就很受高 很受这个武则天的器重 甚至于他立氏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武则天的次名 而洪农阳氏是武则天的母亲那个家族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就来自于这个家族 所以说洪农阳氏算得上是武家大集团当中的一个成员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高丽氏要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选择女子 因此他就选中了这里边最漂亮的杨玉环 陈云天先生专门有这一段论述 他是这样说的 世人往往以贵妃之色意 为当时大唐帝国数千万女性之冠 比尚有疑问 但其为此集团中色意无双指人 则可断言 盖立氏搜拔之范围原有限制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以为 杨贵妃是整个唐朝天下几千万女性当中 真正的说是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个 那不见得 他是这个集团内 黎武伟阳这样的一个集团内长得最漂亮的女性 当然你要说这一点 其实这么个集团内长得最漂亮 这也足够 于是在高丽氏的运作之下 唐玄宗在华清宫接见了杨玉环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间是开元28年10月份 这个时候 唐玄宗多大呢 唐玄宗56岁 杨玉环呢 22岁 唐玄宗和杨玉环在华清宫里相见 唐玄宗对杨玉环可谓是一见倾心 在杨玉环的身上 唐玄宗重新找回了心跳的感觉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杨玉环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受王礼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刚才说了 两个人有三十多岁的这个年龄的差距 这可够大的 因此对于杨玉环来说 我估计啊 他刚开始接到这个玉址的时候 一定心里头非常的震惊 但是与此同时 黄命你也不能违抗 自己呢 风华正茂 二十来岁 自己的丈夫呢 与自己年龄相当 皇帝年龄那么大 可是唐玄宗这个人呢 却也有他的优点 才华横溢 性格活泼 很有生活情趣 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说对于杨玉环来说 他当时究竟该怎么样接受这件事呢 唐玄宗见了他还非常的高兴 一见倾心的那种感觉 还给他赠了这个金银首饰 作为这个定情物 所以我估计杨玉环啊 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就是我们这么说吧 大概是一种惶恐 家不得不接受 再加那么一点点憧憬 我怀疑他当时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在里边 唐玄宗决心把杨玉环纳入宫中 那么此时最大的障碍毫无疑问 就是寿亡李茂 李茂这个人要说这些年真是命运坎坷 怎么呢 重磅级的打击是接二连三 首先有一个自己的母亲吴惠妃去世 第二一个他和他的母亲所袭击的那个太子之位 本来可以说都已经是囊中取物了 可半途上被别人给夺走了 第三一个 现在自己竟然连自己的王妃都保不住了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打击可谓是接二连三 但是史料也没有记载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所以对于寿亡李茂来说 我估计当时啊 他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呢 那就是默不作声 李茂这个人呢 性格原本就属于比较温厚的那种人 比较内向 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之人 也懂得保护自己 他的父亲母亲那可都是性格强势之人 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 父亲不仅强势 而且他这个父亲呢 此时还比较多疑 对自己的皇子皇孙呢 看得都比较紧 尤其是前面可是有三皇子事件 那可是前车之鉴呢 如果此时寿亡李茂表达出一点不满的话 那么就会很有可能会被唐玄宗理解为 你呀是借机发飙 为啥呢 我没让你当太子 你不满了 所以你是借机发飙 那么很有可能就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因此他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选择的就是默不作声 保护自己 要说他保护自己保护的很成功啊 怎么呢 他一直到唐代宗时期才寿终正寝 唐玄宗为了掩人耳目 这个让杨玉环离开了寿亡李茂 而且让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 表面上的原因说是要给唐玄宗的生母 斗士追福 让他出家为女道士 新唐书资质通鉴都是这样记载的 但是呢 旧唐书记载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旧唐书是这么说的 获奏玄言女姿色灌带一蒙招鉴 实非依道士福 昊曰太真 寄进鉴 玄宗大跃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杨玉环是在 见唐玄宗之前就已经是女道士了 就穿着道袍呢 那么这里问题就出来了 史料记载不一 我们该相信谁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旧唐书的本身的问题 旧唐书啊 是五代时期修成的 这个书啊 后世人批评他 说他什么呢 说他这个文笔不好 而且拣选史料不精 比较粗略 有时候甚至在行文当中啊 把唐朝皇帝叫做金上 也就是说 大段大段的摘抄 人家唐代史料的原文 不加选择 不加改写 这是后人批评他 但是要我说 这是个缺点 可是这个缺点同时是个优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这样做 反倒保留了很多唐代史料的这个原貌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估计 就是这样 怎么呢 他保留的是唐代官方说辞 唐代官方说辞是什么说辞呢 就是官方说辞是这样 说是啊 这个杨玉环 是早年间就已经离开了寿王礼貌 出家为女道士 后来才归了唐玄宗 打个马虎眼 混淆一下视听 就这个意思 可能有人要问了 这还能混淆视听啊 当事人很多呀 你要知道他能瞒一部分 他就是一部分呢 而且古代资讯不发达 尤其是外边的人 很容易被这种消息啊 给搞混淆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我们再举一个旁证 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之后 唐政府追赠了这个他的身父杨玄岩的官号 但是没有赏赐杨玉环的养父杨玄角 问题何在 为啥这样做 我说这仍然是在掩人耳目 为什么呢 因为开元二十三年 唐玄宗曾经发布过一个册寿王杨妃文 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说杨玉环乃杨玄角长女 那好 这这你如果再赏赐杨玄角的话 那不等于告诉别人 说是 这个杨玉环不是别人 就是当年的寿王妃 所以说为了掩人耳目 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手段 此时啊 已经是开元二十九年了 唐玄宗当皇帝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前面还有个先天年号 所以对于唐玄宗来说 此时他可谓是躊躇满志啊 在他的治理之下 国家走向了繁荣 而且呢 自己呢 这个青少年时期的一系列的抱负 看起来都已经实现 尤其是杨贵妃的到来 给他带来了一种第二春的这个感觉 因此唐玄宗可以说精神状态 焕然一新 在这种心理作用之下 唐玄宗觉得 哎呀 开元这个年号使用的时间可够久的了 他决心怎么样呢 他决心改元 于是他下招 改开元三十年为天保元年 那么此后杨贵妃在宫中有哪些事情 尤其是围绕着他一系列的传说 是真还是假 我们留在下讲 谢谢大家